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契斯,深深母子情 昨天,上宗教课的时候,校长也在 老师问戴洛西会不会背诵圣经里 我无论把目光投向哪里,我都会看见你 无所不在的上帝的身影,这两节 戴洛西说不记得了,瓦提尼终于逮到机会 马上说,我会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可是,令瓦提尼难堪的是,他最终也没能背下来 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弗兰蒂的母亲突然闯进了教室 她头发凌乱,衣服都被血水打湿了 跟在她身后的是她那个被学校开除的儿子弗兰蒂 弗兰蒂的母亲扑通一声跪在了校长的面前 拉住校长的手苦苦哀求道 啊,校长先生,我求求您了,请您让这个孩子回学校吧 她已经背着她父亲躲在家里三天了 要是被她父亲知道她被学校开除了 她一定会打死这孩子的 请您可怜可怜这孩子吧,就让她回学校吧 这位可怜的母亲跪在地上声泪俱下 令在场的每个人为之动容,心酸 校长想扶起弗兰蒂的母亲,请她到教室外面去谈 但是,她不肯起来,一边抽气一边继续哀求 啊,校长先生,您就发发慈悲吧 我保证这个孩子一定会痛改前非的 我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去见上帝了 可是,在我走之前,我希望能见到这个孩子变好 说到这里,她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她是我的儿子,我爱她 对于我来说,无论怎样,她都是一个好孩子 尽管她让我伤透了心,但是我不会放弃她 我不能就这样毫无指望地死去 请求您让她回来上学吧 说完,她双手捂住脸,又哭了起来 弗兰蒂在一旁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校长盯着弗兰蒂,沉思了片刻 然后说道,弗兰蒂,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弗兰蒂的母亲一听 连忙把两只手从脸上拿开 那颗悬着的心似乎终于落下了 她感激涕零地连连说道 谢谢您,谢谢您 校长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她擦着眼泪朝门口走去 边走边说 弗兰蒂,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听话 校长先生,您真是一个大好人 谢谢您了 孩子们,再见 谢谢您了,校长先生 弗兰蒂的母亲脸色苍白 拱着背,不断地晃动着脑袋 步履蹒跚地离开了 下楼梯的时候,又传来了她的咳嗽声 圈掰一片寂静 校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弗兰蒂 过了一会儿 她用激动地发抖的语气说道 弗兰蒂,你简直是 在杀你的母亲啊 我们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看弗兰蒂 可是,那个家伙却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